35岁关婷娜如今身材发福,村花名号不复存在,网友,还我女神想必当小编收到关婷娜的时候,有很多的小伙伴们首先想到的应该就是,在曾经的时候, 她在《本沙大叔导演的乡村爱情》这部电视剧当中主演的杨小燕这个角色,不得不说,关婷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真的是给很多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可以说在当时的时候,关婷娜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杨小燕这个角色给演活了,而关婷娜也是因为这个角色一胖而同,进入了万千网友们的视线当中, 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杨小燕的扮演者关婷娜,也并不是一个科班出身的女演员,反而是从一个化妆师的小小助力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,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众多的演员里,关婷娜却可以算得上,是一个比较出色的演员了。 然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很多观众也是第一次见到关婷娜的身影,然而她也是因为自己超高的颜值和非常棒的身材,给很多的网友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 让观众们深深的记住了这样一个女生,而在这部电视剧当中,众多的女演员中,无论是从颜值来说还是从身材来说,关婷娜都可以算得上是最棒的一个,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她被很多的网友,称作是这部电视剧,当中向崖山穿了春花,不得不说当时的关婷娜对于这一个称号,真的算得上是实质名归。 但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,35岁关婷娜的照片,也是在网络上流传了出来,然而有很多的网友通过这些照片,也是发现现如今的关婷娜身材发负。 更是有很多的网友质疑表示,春花名号不复存在,然而从这张照片当中,我们可以看到关婷娜的身材似乎真的是像,对于之前来说有一点点的发福。 但小编译就觉得,如今的她颜值仍在,身材也可以算得上是刚刚好,但是也有很多的网友在看过这张照片之后,纷纷表示,还我女神,而小编觉得岁月不饶人。 在关婷娜的脸上,虽然已经显露出了一些痕迹,但仍旧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,然而现如今的她,虽然身材有一点点的发福,可是终究还是算得上此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个女神。 毕竟她要颜值有颜值,要身材有身材的女生,而且她的身材也是要什么有什么。 不知道小伙伴们,你们觉得像如今的关婷娜,是否还能算得上是你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呢? 谢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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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